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老师音乐教室 今天是小汤姆森第一册第五课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在第32页的 自新大陆交响曲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Sonia,这首自新大陆交响曲里面 又有一个新的音 你能找到吗? 是哪一个音? 是 很好 那这个Sonia出现了几次啊? 一次,两次 对,还有吗? 四,五 好的 没有了,五次 好的,那在这五次里面啊 分别是几拍,我们来看一下 一拍 四拍 三拍 三拍,很好 我们这个带点的很久没碰到它了啊 带点的是三拍 然后又是一拍,四拍,是吧? 很好 好,那么在这首曲子里面 除了有一个新的音,还有一个新的符号 你看到吗? 对,是这个 对,是这个 这个叫做连线 这个连线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啊,它连线的两头是两个音 这两个音,这两个音一样吗? 一样,对不对? 相同的两个音 那么在音乐里面有一个规矩 就是说 如果连接的是两个相同的音的话 后面一个音啊,就不弹了 但是,它的拍子要保持着 什么意思呢? 前面一个音几拍? 四拍 四拍 后面一个音呢? 四拍 也是四拍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连线的话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唱啊? 应该是 re,二,三,四 re,二,三,四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连线的话 但是现在有了连线以后 后面一个音我们就不唱了 但是把它拍子拖住 就变成了是 re,四加四的音几啊? 八 八,很好 所以就是 re,二,三,四 五,六,七,八 对了 那么手上弹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待会我们来弹的时候试试看啊 好,那么看第二行 又有一个连线 那么这里应该怎么唱呢? 都,二,三,四,五,六,七,八 对 因为它前后两个音都是都 所以后面一个都不用弹了 把它的拍子连起来就好了 是不是啊? 很好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唱一遍 这首自新大陆交响曲啊 是杰克的作曲家德国夏克 写的 在他的一首交响乐里面的一个主题 是非常有名的 那他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呢 他的人已经不在杰克了 已经是在美国了 他在美国写的这首曲子 他在美国的时候呢 他很想念自己的家乡 想念自己的祖国 所以他就写了这首 带有一种非常忧伤的 这么一个主题 所以这个主题就叫做念故乡 好吧 我们来唱唱看 好不好 好,第一个音是什么音 好,我们先来数预备拍 一、二、三、四 一、二、三、七 咪、二、三、索、索、二、三、四 咪、二、三、四 咪、二、三、四、五、六、七、八 很好 咪、二、三、索、索、索、二、三、四 咪、二、三、四 咪、二、三、四、咪、二、三、四 咪、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的 也会憋不过来 喘不过气来了 很好 那会弹了我们就能会唱 会唱了就会弹 是不是啊 我说错了 好那我们试试看来弹它好不好 把你的位置放一下 对看看第一个音是什么音 然后呢 是几号手指 放在上面 准备好了吗 好那你可以数什么呀 一二三四 一二三七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二三四 一二三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四五六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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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8 好的 今天你的手型比左前的要好 是不是 站起来了 好 那我来谈给你听一遍 好不好 1-2-3-4 1-2-3-7 1-2-3-4-4-5-3-4-5-3-4-5-6-7-8 1-2-3-4-5-3-4-5-6-7-8 好 接下来我们俩一起来弹一下 我给你弹伴奏 好不好 听听看这个曲子 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1-2-3-4 1-2-3-7-8-9-7-8-9-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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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祈祷 7 8 好的 好听吗 好听啊 这就是今天的课程 这首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 明天的课程呢 我们就会要开始弹左手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再见